好 刚刚讲到汉光演习之后 接下来其实美军所关注的 反而是六月份的军事大事 六月份在九盆万机器又要试射飞弹 但要试射什么飞弹 大家不知道 而美国特别关心的是说 美国其实也很在乎的是 搞不好台湾的飞弹能力 也有一些连美国都没想到的突发性 突破性的能力 为什么呢 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前一阵子时间 美国在关岛跟日本试射了飙山飞弹 而且飙山飞弹它打上去之后 射高已经可以到一百多公里了 那个是做什么用 因为现在全世界战争都飞弹打来打去 有个最关键的上面的卫星 美国就告诉你说 它的飙山飞弹是有人力 去打掉中共的北斗卫星 这时候后面就台湾呢 我们已经美国已经协助 我们的垂直发射了 然后我们的天空山 我们现在就射高是40公里 然后结果后面想说 台湾好像有人力变成70公里 就是再往上飞了 就是接近飙山 所以是不是台湾这时候的飞弹 是可以打更高 所以这是美国很关心的 所以是不是要试射飙山 因为现在试射我们的天空山 然后是垂直的 然后飞的程式 可以打到70公里 这个是大家关心的 当然国防部没有公布 不知道是什么 第二个是说 我们的雄山飞弹 这全世界实在是太喜欢了 那上次它在熊二熊三 在试射的时候 我们在海上 它比寻翼飞弹还厉害的是 寻翼飞弹是可以贴海贴地 我们的熊三飞弹 熊二飞弹呢 曾经试射过 也是在九棚弯进去 打出去之后 绕过南域 又绕过绿岛 然后绕了七八次 才直接集中目标 那这代表的是海洋上 你是没办法追踪的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射出去的飞弹 是不是我们的整个转弯能力 在海上的一个 贴海 寻翼的能力有更强 而如果有贴海 这寻翼的能力更强 就代表着 如果我们再努力一点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 寻翼飞弹的能力 这也是关心的 那这里面为什么 美国那么关心是说 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关键 就是固态燃料 里面的布局 里面的那个燃烧面 是怎么设计 都是能够让它的飞弹 冲得更高 然后最后就因为我们台湾 是感谢法国人的苛刻 让我们台湾在 固态燃料的研究 又突破了发展 因为幻象2000呢 不是已经被封存了吗 那法国麦克文 发展厂线里面 不是有云母飞弹吗 那些飞弹里面 都是固态燃料 固态燃料里面 其实不是你填充进去就好 因为你充出去 你什么时候要燃烧 它里面的燃烧界面 有的时候是菱形的 有的时候是心形的 那都是学问 那结果我们要封存之后 因为摆了这么久了 所以我们那些固态燃料 因为摆在里面 有些裂缝 而且有些裂缝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很危险的 那我们当时 中科院就跟说 那我们封存了 那这个东西 那到底现在还能不能用 那这裂缝到底危不危险 那法国说 没有关系 我帮你检验 然后一开价数百亿 那我们台湾说 又来了 你每次都 又来了 所以我们中科院 自己去进了一些 雷射的检测设备 然后当然就非常危险 很多中科院的研究员 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就用雷射去扫 然后去确认 他们也做了一些 很多小型的试验 然后结果呢 终于把那个固态燃料 这些燃烧面 到底危不危险 谁要的裂缝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现在其实 大概已经完成了 可是你知道说 如果我能够理解这些 那就有个立项工程 所以我就知道说 固态燃料 应该怎么布局 让人家燃烧得更好 爆发力更强 所以是不是 这一次才会 美国也关心说 那个法国人 逼你们又进步了 而美国呢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美国给我们的 所以美国也很关心说 你台湾的技术 是不是就进步了 而在美国来讲 只要台湾的技术 有进步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习近平讲说 没办法嘛 台湾就变好了 所以我只好卖给他 更新的东西 所以这次关切的 也是这样 熊二熊三 其实除了熊二熊三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被忽略掉的 我们有发现说 我们把那个 五十几岁的那种 登陆件 然后重新启封 为什么 因为要实验说 我们的垂直发射箱系统 装在上面 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们的垂直发射箱系统 也是被法国人逼的 因为我们跟法国人讲 要买 法国人说一千亿 所以我们就自己研究 他们是把我们当那个友 他们激进我们前进 对 可是这个东西买下去之后 我们现在就问到一个问题 刚对了哥有讲 这一次我们模拟 二零二五年 三艘航舰过来 三艘舰舰过来 已经是等于是 中国请全国资力来打 好 那问题来了 我们要怎么防御 现在要知道一件事情 从第二次世界大案以后 到现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 没有任何一艘航舰 在作战中被集成 以现在的战斗能力来讲 所以你要打航舰的时候 你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航舰上面的舰载机 可是你舰载机 以往都是飞机打飞机 对不对 但是大家请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中科院曾经发展了一个 很厉害的飞弹 叫做天舰二型 它原来就是要替代于 麻雀跟AIM-120的 中程防空飞弹 而且我们的射程 从40海里提升到60海里 那也就算了 原来它是空对空的防空飞弹 然后我们中科院 因为种种的限制被激励之后 我们现在把它设计成 可以海对空 可以地对空 可以装置垂直发射箱里面 到处打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垂直发射箱 装在那个 例如说登陆舰 或者那种旧式的舰艇 甚至那种废货轮好了 然后我们三月份 工科院也有公告一个东西 我们有把正常的船 装上遥控系统之后 变成遥控船的地方 那这样子 我是不是可以在海面上面 部署第一线 而且不被侦测到的 防空飞弹系统 然后你舰载机过来的时候 我先把你舰载机打掉 打完之后 你只剩下 护卫舰跟航舰本身的 这时候就可以利用 我们的熊二熊三 做个高提供搭配的组合攻击 就非常非常有可能 可以打它打掉 为什么友经心这样讲 因为你要知道 即使是目前美国 最新认的神盾舰 我们在对于神盾舰 进行这样子的饱和攻击 超音速攻击的时候 以美军现在的飞弹防御能力 它都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能够防御得住 那以美国的神盾舰 我讲的是二代神盾 不是一代神盾 二代神盾都不一定防御得住 那中国的056 055 级的那些飞弹防御系统 真的有这么快速吗 它能够面对这样子饱和攻击吗 除非你这样围成一圈 把整个航舰包起来 这我可能还不敢讲 可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熊三又可以讲 熊三除了刚刚宋教科讲 我们可以在飞弹转弯之外 它还可以飞上去再往下打 所以你就算是航舰 围一圈也没有用 它这样还是可以打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综合这三种飞弹 熊二的集装式设计 就是所谓的锤子发射箱 对不起 天剑二的锤子发射箱 熊二 熊三 这三种飞弹 其实都有可能会是试射的地方 会不会搭配组合 其实都是个问号 那我们就要等六月份来看看 会怎么样组合了 所以你说国际之间在看 虽然是熊三会不会转弯 还会转弯状态下来 丢行反转 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会了 现在是知道战术问题 它的灵活度会不会就变化了 对 这个是战术搭配 像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最有名的是 所谓的雷霆战术 闪电打击攻击战术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密集作战 Stuka Ju87攻击机 先轰炸机先把你轰炸 战车打进去 步兵再扩大战果直接占领 这些东西都不是新科技 它只是一个战术上面的应用 就变成一个无往不利的战术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利用 我们现有的科技 改变一下战术搭配 其实可以发现 很多很多的应用方式 好 其实是国际的中间所关注的 好几个国家都在看 台湾每一次发射飞弹 美国就会要求台湾 提供一些必要的资讯 就好比说你发射范围 射高你的几乎就是以弹体为主 他就美国就非常奇怪 他马上可以研判你试射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熊山 那熊山的话 如果我的禁航区是包含 以蓝宇为主的话 那就是证明我们要发射熊山 就是刚刚好从台东的外海 到蓝宇那个距离 是我们发射熊二熊山的一个平台 好 如果你说你要发射什么 剑二 即将是射击 也可以 你的船一定会到外海 但是它绝对不会像台湾 它一定像的是太平洋 因为像那个台湾实在是太危险 好 这个是第二个 那最重要的 我们就必须要那个讲 从这次的发射 我们说明了一个事实 我们每一次发射 美国 中国大陆 澳洲 日本 好 中国大陆 那个甚至于俄罗斯都会来 我这边呢 我举那个一个例 就是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测试工山 工山打上去的时候 结果美国第二天就问台湾 拿着照片问台湾这是什么 俄罗斯呢 也传真的一向到了华府 请美国确认 台湾这个是不是洲际弹道飞弹 或者是弹道飞弹 或者是中程导弹 有没有违反中程导弹 虽然台湾并不是有 中程导弹的约束 但是它从射高上面 它就可以判断 你这枚飞弹究竟是地对地 还是地对空 还是地对海 我们连WHA都没有办法进去了 我们现在没有受任何国家约束了 我们高兴打什么就打什么了吧 可是所有人位置都在看着我 对啊 我现在高兴打什么就打什么 我连WHA都不能进去了 我害怕 还有玩你的 那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次测试完的火焰 还有土地 泥土的东西 美国都会送给台湾看 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测试的是什么 如果台湾发展核弹的话 它就会用高爆弹头的弹坑 它用弹坑计算 你这个高爆弹药的弹头 大概是 这载弹量是多少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次只要发射这个东西 无论是美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 日本 甚至于澳洲 澳洲为什么他要来呢 因为他是全球最密集的导弹测试中心 无论是朝鲜 往那个南太平洋打 或者中国大陆往南太平洋打 或者美国的标3 或者标2去拦截导弹 那你的导弹是往这个地方测试 所以澳洲 它对于亚太地区进行导弹的测试 它都非常的敏感 这也就是说澳洲 为什么他会派间谍船 到台湾外海的原因 我会派到台湾外海的原因